名偶風雲匯 印譚與路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過日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來收聽風雲快雙 菲律賓和中國有爆發軍事中突 菲律賓政府聲稱 在6月8日 有兩至三架中國所謂的海警船 其實就是中國的海軍 衝擊菲律賓聲稱擁有主權 和佔領的人愛暗沙 在衝突之中 這個中國的海警人員 其實可能都是中國的海軍 揮動斧頭、矛和刀 就襲擊菲律賓兩艘補級的橡皮艇 導致七名士兵負傷 其中有人重傷 還有一個就被中方的所謂的海警 用斧頭或者用刀 斬掉一隻手指 然後四個菲律賓救援人員 就被中國綁架 經過談判之後釋放 但是現在在這場行動裡面 遭到中國矯鑊和搶奪的菲律賓 士兵的槍枝還沒有歸還 那為什麼會爆發這個衝突呢 就是人愛暗沙 就是現在來菲律賓 這個一個島叫巴拉網 來巴拉網的海岸 大約是100公里 是一堆暗沙 它是屬於南沙群島的一部分 這個人愛暗沙上面是有一隻很舊的 美國的戰艦後來被菲律賓收購 這隻戰艦就擱淺在人愛暗沙 那些沙灘的船 這隻戰艦雖然現在廢字沒有用 但是上面是有十幾二十個 菲律賓的海軍陸戰隊員是長駐的 所以它這片暗沙在水退的時候 整隻船就擱淺 但是這幫菲律賓的海軍陸戰隊的隊員 就不回家 就長期住在這隻軍艦那裡 所以定期就需要在菲律賓的軍方 或者有關這個當局 用一些橡皮艇 就是俗稱的大飛 和一些輕輕騎的船 是向這個軍艦上面 菲律賓的海軍陸戰隊的人員 輸送糧食、食水和其他補給 正因為這樣 中方就有機可乘了 因為中國是認為 人外暗沙和美濟礁 全部都是屬於南沙群島 也就是中國的領土 所以這次又有兩隻菲律賓的橡皮艇 在送補給的時候 就遭到中方的海警船衝撞 這些都不是第一次的了 陸續都是發生過 中方的海警船 向菲律賓的這些補給艇那裡 射水炮 這次就直接 他就是用鎖頭和刀 為什麼用鎖頭和刀 為什麼用鎖頭和刀 這個類似是兩三年前 中國和印度 在喜馬拉雅山洞 即是青藏高原那裡 和印度士兵的衝突 那時候的中國軍隊是用狼牙棒 這些非常粗糙 可以說是原始和古代的兵器 為什麼用狼牙棒 用鎖頭和刀和刀 這些是走法律 因為菲律賓和美國是有軍事防衛條約 你用刀和刀和刀去襲擊菲律賓 這些海事處的人員 可以說還未曾構成中國和菲律賓之間的軍事衝突 可以說還未進入戰爭狀態 那就駁美國在動手和不動手之間 因為美國和菲律賓有一個軍事防衛協議 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說打死人、開槍、開炮、擊沉 菲律賓的船隻 這個就構成戰爭行為 但是你說派兩隻海警船 中間那些體積很大隻 而菲律賓那些補級的橡皮艇 類似的大飛 將兩三隻中國海警船 犧牲地撞過去 你只可以說是海上的糾紛 一些肢體的衝突 就未構成戰爭的行為 這些當然是切香腸式的 是對菲律賓的進化 話口未完 就是這個台海那裡 早幾天我們都知道 《金融時報》就引述 歐盟主席馮德萊恩所說 就說習近平對他說 美國想慫恿中國攻台 但是習近平說不會上當 接著現在菲律賓 人愛暗沙 有人說人愛招 就發生一場這樣的衝突 會不會不動台灣 但是其實就駁菲律賓這邊擦槍走火 這次菲律賓方面 就發佈了很多他們拍攝到的影像 大家可以看看 可以說這次用中國共產黨 最喜歡整天在吹噓的遺點打緩 就是說把菲律賓的廢氣軍艦 就是點 而補級的橡皮艇就是緩 即是說他們想吸引這些補級船 過去那艘軍艦的時候 就圍著補級船進攻 當然不敢開槍 但是刀斧齊下 現在在微博或者微信上面 你見到很多這些短片 接著那些人在叫囂 就說以虎服人 即是用斧頭的虎 在自己尖尖自己 覺得自己就可以拿回主權 還有菲律賓的海軍陸戰隊的人員 就很脅落不敢開槍 甚至被他們繳鞋等等 大家看看畫面 你看到那條片裏面 就由高而下拍攝的 應該就是在人岸暗沙上面 那隻廢氣的菲律賓軍艦上面的人員拍下去 你看到穿著那些橙色的那些就是 左邊就是那些中國的海景 空神惡殺 你看到就是全部拿著刀 在那裡揮霧的 也都看到有些就是 將那個刀刺下去 菲律賓的硬殼杖皮艇上面 也有拍到就是他拿著斧頭 大殼 Don't move 這些就是很典型 跟英國那個 The St. Penkris 那個小粉紅一樣 他們很喜歡用Don't move 這個字眼 好了 雖然 現在最後那兩隻橙皮艇 就被中國海警隔絕 在那隻軍艦上面拖開了 拿得了那種叫精神勝利 令到這個菲律賓的軍艦不獲補充 但是呢 現在就引起了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注意和菲律賓的外長 就聯絡 指中國在南海的這個行為 是危險和不負責任 其實已經很快提升去到 美國關注的層次 也都發表了立場 也都講到明國務院的發言人說 布林肯強調了美國依據 共同防禦條約 對菲律賓的鋼鐵般承諾 表了態了 即是說呢 你雖然沒有開槍 但是呢 現在美國呢 就看著 還有如果你再進一步行動 美國可能會介入 那現在 就是中國式的精神勝利法 繼續在網絡流傳 不要緊的 我覺得呢 就是中國人呢 就最喜歡這種 切香腸式的精神勝利 那時候對印度的邊境衝突 也是這樣 你看到那些人呢 全部好像野蠻民族 那樣拿著那些 狼牙棒 胡偶 那現在一樣了 那他們對菲律賓是不客氣的 因為欺負他這個小國 但是他不知道呢 其實如果這樣繼續下去呢 就可以更加升級 令到整個南海的局勢 變成美國和中國的衝突 那些人呢 那現在呢 中國呢 就是玩這個擦邊球 最多是斬傷人 斬了一隻手指弓 就還沒有殺人的 那一旦呢 就是菲律賓呢 政府呢 在兩個月前呢 曾經說過 這些衝突繼續下去 如果菲律賓的軍人 或者海警的政府人員呢 是有一個是被中方的人員呢 是殺害呢 都視之為戰爭行為 那所以呢 既然菲律賓政府自己畫出條底線呢 那中國可以在底線之外呢 就黑黑擦擦 是吧 困一下你 然後呢 打你兩巴掌 到目前為止 這些傷了七個人 就老走呢 是一班人 是吧 然後呢 就菲律賓政府呢 就說呢 是要放回 結果他又放回 但是那些槍枝呢 就全部矯蟹了 矯蟹呢 菲律賓政府就問他拿回 相信中國這些就不會拿了 那還有兩隻這些補給艇呢 也都是被中方的 這些呢 軍人呢 其實他們聲稱是海警呢 就是用這些武器呢 破壞了 那又怎麼樣呢 是吧 那這個擱淺了 這一艘舊的戰艦上面的人呢 都要定期要食品 和食水的供應 有得一次呢 就會有下次 那這件事呢 就是由1995年 那時候開始的 1995年呢 中國仍然是江澤民時代 就呢 突然間呢 有一天 在4月呢 就派出中國的 這個軍隊 是佔領了 其實就是軍隊的了 就是這個南山貧島的美濟礁 這個美濟礁呢 就來菲律賓 這個巴拉望那個島呢 是有250公里 那就一覺醒來呢 1995年呢 菲律賓就發現 哇 原來糟糕 這個美濟礁呢 是菲律賓聲稱是自己的領土 就被中國佔領了 是吧 到1999年呢 菲律賓為了報復和捍衛 所以呢 南沙群島其他的島礁呢 就不要讓中國繼續佔領 就才把這隻舊戰艦拖了去人愛暗沙 又或者稱為人愛礁那裏呢 就擺在那裏 就叫做拆旗 還有呢 有人呢 在上面長住 所以1999年到現在呢 這隻船擺在那裏 還有一班菲律賓海軍陸戰隊 是一個宿舍或者是生活的地方 已經超過四分一世紀了 那定期都有呢 是一些食水和食物去補給的 所以呢 只要有這班海軍陸戰隊 或者是軍人呢 是長住在這隻戰艦 這個人愛礁呢 那中國方面呢 以後呢 這些衝突呢 那個機會 和風險呢 也都不會停止的嘛 所以這次呢 就不了了之 但是下次呢 那些船再去補給的時候呢 中國也都會繼續衝擊 那直到呢 是會死人為止 直到呢 遭到菲律賓的船為止 但是到目前為止呢 就相信呢 北京的習近平呢 對這個插邊球呢 已經下了命令 就是呢 不可以呢 是死人 還有呢 不可以擊沉對方的船 就用這些呢 土製的武器 包括狼牙棒啊 斧頭啊 這些呢 是採取印度邊界的模式 是吧 是 那就看看美國的反應 那現在美國呢 到目前為止 就說這些是危險啊 或者這些是碰撞啊 這樣呢 所以都是限於口頭的一個警告 就似乎美國呢 是沒有打算進一步行動啊 道先生 是吧 因為這件事呢 已經不是今時今日的了 在若干年之前呢 好像你說江澤民時代開始 中國已經宣稱呢 是幾乎擁有了南海海域的主權 任何的船隻進入呢 他都說聲稱呢 是你侵入他的領海 還有掠奪他的資源 那這件事呢 曾經呢 2016年呢 荷蘭的海牙的仲裁法院呢 是曾經有判決的 他對於中國這個主權的申索呢 只是沒有法律基礎 那也都呢 不承認中國擁有這個南海的主權 所以中間呢 現在仍是有爭議 那但是呢 當然中國是不承認這個 國際法啦 他雖然經常說呢 要這個什麼 尊重這個國際法啦 又要尊重什麼聯合國決議啊 特別是有關於巴勒斯坦方面 講到這個道德高地 但當去到判決是對他不利的時候 例如這個海牙國際法庭 對於南海的主權的仲裁的結果呢 他就不承認 所以現在這件事呢 由2016年的判決之後 其實延伸到下來 已經八年了 但是無論如何 這些海上的衝突呢 你去到商人和奪走對方的軍隊的槍支 導航設平和補給品 那麼有一個人還要呢 就斷去母子呢 那麼這部分呢 已經是升了級的了 那麼當然 未去到開槍的情況啦 那麼但是現在呢 就有人說 就菲律賓方面呢 就很黑仔 也都可以被中方認為呢 是脅落 他們擁有槍支呢 都沒有開火 但是相信這個也是呢 就是他們的protocol 就是在美國或者菲律賓的指示下 是不可以這樣呢 是隨便開火的 但是難保呢 在雙方國家的民族情緒升溫之後 如果下一次再有這樣的情況呢 就是菲律賓的軍方不開槍都要開槍了 因為呢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是一個上升到一個國際的事件 還有呢 菲律賓都有民意的 現在美國已經表示了他的立場 是鋼鐵般的聯盟的關係的時候 下一步如果中國是繼續升級 我相信呢 這個點燃這個導火線在南海呢 是有可能的 陶先生 好了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風雲 快點上去的風雲谷 在下節節目時間 再會 好多謝大家 下一集再會 這個網絡世界呢 太吳士河畔 都一樣可以是 俯瞰世界這個風雲谷 風雲谷兩歲了 我們的訂閱人數已經向著40萬進發 有這麼嬌人的成績 傳來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為了令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源 做更充足的資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後都能夠繼續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們呼籲大家幫幫忙 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 風雲輝 拜清德蕭美琴的當選 這是美國其實暗鬆一口氣 最願意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 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藍絲的無知 群眾的一個非常之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令到藍絲抗拒 你有沒有讓我看錯 判就個個都會判 但等Donald Trump上台回來 是會有短記 張五成的花名叫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顛佬 這種性格 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難以理解 這些偏偏我這樣吹 是不是覺得和黎智英 和楊振力有某種類型 公公敬敬送金融上車 跟旁邊那幾個社長做什麼 剛才聽到查先生說什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是的 我是給他統戰 我有統戰的價值 吹什麼他覺得自己是很有成就的 連林作如果都關起來 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押著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應該是陳國基和鄧炳強 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百席的婚宴 成千人 這個後面他的師父葉國華 就是做一個秦代女不諱的角色 這個很明顯 其負何居 那時候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的 這個叫做梁文道 蔡東豪 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 找你做光明頂 我一個怎樣做 我們要留天賜 不用留天賜 我和你橫分瓦架 有一個叫做劉細良 然後劉細良 帶著沈旭暉 林蔥、梁啟智、浪鐵 這班人我不認識 梁啟智未到 黃偉倫 黃偉倫 這班全部叫做青年社會科學才俊 這傢伙很不相信我 因為在牛津時 他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他 這也是一個中共 我相信在香港 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風雲匯 和陶生爆製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樂觀 終於 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 兩年以來對風雲谷的支持 細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